昨天晚上吃剩的这一点鸡蛋 就拿去外面摆糖的地方吃了 怕不够吃 还把这个辣椒也一起倒进去加热了 好的 再去学校吃 来去洗哦 来去洗就洗 送了小西瓜去学校来到菜市场了 城管刚好在这里巡逻 去拿了一筐葡萄 把到篮子里面 筐底掉了一些 就拿给小宝吃了吧 刚摆好就有个伯母来买了20块的 从来没有那么大一个单了 好开心啊 他说他从乡下调菜来街上卖完了 然后买一点水果回去哄他的孙子 让他们高兴高兴 后面又有一个大哥来买了挺多的 小宝想睡觉了 哄他睡着后赶紧把饭拿来吃了 不然天气热了 怕门坏掉就不好了 刚刚姨娘说她同学要来 她做饭等一下去她那里吃 但是我已经包饭来了 也不能浪费呀 后面姨娘煮好了 又叫我去吃 她煮了酸汤和腊肉都好好吃呀 就是我刚吃了挺多饭了 有点吃不下了 一位奶奶来买了一点葡萄 还帮我把桃子给买了呢 真的很感谢她 剩了这三个不怎么好的就拿回家吃了 这个葡萄拿袋子装起来 放在这里就不用拿回家了 给小西瓜买了两块的小笼包和一块一个的豆沙包 吃好饭了 小西瓜说好久没带他们出去玩了 所以吃好饭就带他们出来了 虽然带着孩子摆摊真的没有别人的多 但是去解孩子放学 给他们买点小吃都有底气了 不用像以前那样要考虑很久很久 才决定要不要买了 很多人说天气热 就不要带孩子出来受罪了 这些我都知道啊 如果可以 谁不想在家就收拾卫生 洗衣做饭 等孩子放学回来呢 谢谢大家